主料,意大利面20克,西红柿2个,牛肉50克,辅料,洋葱20克,黑胡椒粉2克,蒜末2克,橄榄油3毫升,料酒2毫升,13香2克,鸡精2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西红柿画10次口,去皮切碎,牛肉剁成馅,用料酒,13香,鸡精腌制, 意大利面下锅煮,煮熟的意大利面或凉水,放橄榄油防止面粘连,锅中倒橄榄油,蒜末爆香,放入西红柿丁和牛肉,西红柿成糊状放入黑胡椒出锅,将酱汁掉到意大利面上,拌鱼即可食用,烹饪技巧,煮熟的意大利面或凉水放橄榄油,是为了防止面粘连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